中国赤字263亿 填海3万亩 打造世界最大海上机场 现场施工画面曝光 彻底震惊全球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修建这座机场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 高铁 飞机成为人们的首选工具 高铁的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飞机场的建设也不甘落后 如今我国飞机场数量是亚洲第一 并且中国这次直接赤字263亿填海3万亩 正在建造一座全球最大海上机场 它就是大连的荆州湾国际机场 这是我国第一个海上机场 借鉴了其他国家海上机场的成熟建设技术 这座机场采取的是离岸填海的方式来建造 建成之后 这个机场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海上机场 预计于2025年正式通航 该机场位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是中国首个海上机场建设项目 填海造陆技术的成熟 填海造陆是将原本的海域 海岸转变为陆地 是为市区拓展空间造陆的有效途径之一 通常是山多 地少的沿海城市规划比较多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年代 日本率先拉开了填海造陆机场建设的序幕 从长崎机场到大阪关系国际机场 从天然岛屿的填海阔路建设 到百分之百填海造陆而建 填海造陆技术的成熟 让世界各国看到了机场建设的新可能 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的建设 是采用离岸填海建造人工岛的方式进行的 填海造陆面积约为20.87平方公里 形状为长方形 距离海岸最近处于海岸的距离为4.5公里 长约为6.54公里 宽约为3.5公里 填海的位岸总长达21公里 此次规划的金州湾国际机场 共需建设四条跑道 首先建成的是两条跑道 分别为长3600米 宽60米和长3600米 宽70米的机场专用跑道 一期建设还包括一个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后机楼 该后机楼能够轻松满足2000万人次的使用需求 而在二期建设中 还将增加一个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的后机楼 以及另一条超长跑道 打连荆州湾国际机场的计划建设周期为5年 预计我国在该项目上的投资将高达263亿 一期建设完工后 预计旅客吞吐量可达3100万人次以上 整个工程竣工后 预计旅客吞吐量可高达7000万人次 尽管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建于人工岛上 但及交通便利 该机场批连202和201国道 与审大高速公路距离很近 仅需4公里的车程及格到达 同时距离大连北站火车站仅12公里 乘车只需十几分钟及格到达 此外 该机场距离荆州区乘区约16公里 车程约十几分钟或20分钟 虽然海上机场有着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极高的科技含量 但是在实际运营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还是一座四埃级机场 四岸级机场是根据飞机场的飞行等级划分的 其中的四代表跑道长度超过1800米 而代表飞机的最大翼展与主起落架外侧之间的距离 属于最高等级 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的建设 世纪近年来 大连市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 原有的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已经超负荷运行 即使进行了三期改造 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飞机需求 据统计 2022年大连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已达到3300多万人次 在全国排名第16位 大连机场已与全球式的国家 两个地区的100多个城市有航班通航 成为东北地区通往欧美地区的桥头堡和东北亚区域性枢纽 随着大连市旅客吞吐量已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大连的机场需求也在迅速增加 预计5年内 大连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可能达到2300万人次左右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大连于2012年初正式启动了大连新州湾国际机场的建设项目 这一项目的完成将进一步巩固大连在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的航空枢纽地位 贵国内外旅客提供更便捷的航空服务 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的建设 将为大连市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 它也将成为中国在海上机场建设领域的里程碑 展示了我国在航空交通领域的强大实力和技术水平 一季该机场的建设将为大连市乃至整个东北地区 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机会 进一步推动中国航空事业的腾飞 那么海上机场究竟是梦幻还是噩梦的首先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连机场的情况 经过17天的紧张抢修 该机场的第一行站楼和跑道才恢复启用 这次时间让人们意识到 海上机场的建设和运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兴起而建设海上机场 那无异于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 毕竟自然灾害是无法预测和控制的 海上机场必须要有完善的应对措施和预案 否则一旦遭遇历史的灾害 不仅会给机场运营带来巨大的损失 还会给旅客和航空公司带来不变和经济损失 除了自然灾害的挑战 海上机场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 比如印度的阿格地机场 这个机场位于印度的阿格地岛 是一个四秒环海的岛屿 由于机场跑道比较短 每次降落时 飞机都会给人一种要掉入海中的恐惧感 这对飞行员的驾驶水平要求非常高 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心理素质 此外 由于岛屿本身旅游开发不够完善 来这里旅游的游客数量也不算很多 导致这座机场在建成七年后 只降落了一架飞机 这说明海上机场的建设 必须要兼顾实际需求和可行性 不能只是一味追求独特和科技感 因此 对于海上机场项目的规划和建设 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评估和分析 首先 要考虑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是否适合建设海上机场 虽然海上机场可以带来 视觉上的震撼和科技上的突破 但是如果遭遇自然灾害 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 要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需求和旅游潜力 毕竟 海上机场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巨额的投资 如果没有足够的旅客和航空公司支持 很难维持正常的运营 最后 要制定完善的应对措施和预案 以确保海上机场在遭遇自然灾害时 能够及时应对和修复 减少损失和影响 综上所述 海上机场虽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和科技感 但是在实际运营中面临诸多挑战 填海造陆将大大提高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的运营 服务和发展能力 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的建成 将成为大连强空港计划的门面担当 也将成为中国与日韩之间的重要枢纽 随着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的投入使用 将会带动大连市的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 填海造陆工程也将对当地的环境和生态产生影响 所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 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填海造陆是一项技术含量高 投资巨大的工程 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的填海造陆 可以提高机场的运营 服务和发展能力 也将对大连市的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但同时 填海造陆也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 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建设海上机场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不能只是一时的冲动 必须要有足够的实际需求和可行性分析 以及完善的应对措施和预案 在今天的世界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海上交通运输的建设 在这种背景下 海上机场这种高难度的建设项目 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必要 相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像即将建成的 金州湾国际机场这样的令人惊叹的建筑 不断推动人类的交通运输事业向前发展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